嗨,大家好,这里是娱乐热榜,今天我们说说因你好里欢迎走红的女演员,张小斐张小斐身穿45万礼服,大袖锁骨与相间,33岁张佳妮也来了3月25日,有网友发现在今晚的某活动红坦现场中,众女星争其斗艳,场面十分扬眼,因主演你好,李幻英而爆红的演员张小斐此次也惊喜亮相, 身穿黑色礼服,大袖锁骨与相间,完美地衬托了她的好身材与气质,据悉,张小斐这身装扮是某奢侈品牌的高级定制款,起步价就在45万以上,能够穿上如此昂贵的礼服,也证明她如今的确是身价暴涨了,而张小斐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凭借着好友贾玲的提鞋,更多的是靠着她多年来自己的努力, 她始终坚持锻炼,保持好身材与形象,努力磨练演技才能多次登陆春晚,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年仅35岁的张小斐,已经成为了很多观众心中的国民妈妈。 她饰演的李幻英将每个母亲爱孩子的心情诠释得十分到位,精湛的演技与有趣的剧情。 让你好,李幻英获得了53.47亿的票房,评分高达9.5。 除了张小斐的造型很让人惊艳之外,33岁的张佳妮也来到了现场。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,她在出场的时候还提着花篮,亲手为自己撒花,举手头足间尽显传优雅与端庄的贵妇气质。 张佳妮罕见地尝试了短发造型,多了一份酷帅感。 然而身为露背的礼服却又让她看起来格外性感迷人。 在去年张佳妮身穿蓝紫色性感礼服走红毯后,老公买超曾大夸造型美, 只不过觉得她穿得有些暴露,贴心地将图片打上了马。 两位女星都是很美的,也期待着张佳妮老公今年对她红毯造型的新评价。 对此你怎么看呢?你有什么想说的呢? 欢迎留言告诉小编哦,点赞评论,关注,是我们最大的支持哦。